我 我 怎么了 什么 妈 你没了解 我现在就过去 在哪呢 行行行 我知道了 妈 我爸没事吧 爸 妈 妈不是好好的 怎么突然变这样的 你爸 这不是老毛病犯了吗 这医生说呀 这次呀 又严重了 还需要做手术呢 什么 这么严重啊 九号庄的家属 医生 医生 你们抓紧时间去缴费 你爸这个得赶紧做手术 医生 这需要 需要交多少钱啊 手术费 大概两万左右 两万 那么多 咱 咱 不是了 老头子 你说什么呢 这位大叔 你的病 可真的不能再拖了 再拖下去 会有生命危险的 还有抓紧时间 治疗吧 行 谢谢你医生 儿子 这 这你爸这病 可不能再耽误了 儿子 你能不能 借给我点钱 给你爸赶紧看病啊 他这病不能再拖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是你给爸的孩子 这爸生病了 我怎么能借钱给你呢 妈 你放心吧 这个医药费 我会掏的 好 好 谢谢你儿子 你爸呀 全靠你了 妈 你说什么谢不谢啊 我是爸的孩子 我就应该给爸看病 行了妈 你先陪着爸 我去回家拿钱 好 好 那我走吧 你路上慢点啊 行 老头子 你的病啊 有救了 儿子回家拿钱了 说 昨天给你爸送了多少钱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行 我跟你说清楚 昨天我爸是没入院了 我给我妈拿两千块钱 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骗呀 我今天就想听你说一句实话 你到底拿了多少钱 两万行了吧 我爸说命了 我给我妈拿的钱怎么了 谁呀 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儿子 你们这是怎么了 妈 没事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照顾我爸吗 你爸这手术后的住院费还差几千 啊 你俩是不是因为钱的事啊 没有 妈 我这边 哦 要不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妈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妈 妈 这医院里边花钱的地方多 这个你拿着 儿媳妇 谢谢你 不用谢 哎 媳妇 你不是嫌弃我给爸拿钱吗 儿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是生气你给妈拿钱吗 我是生气你有事不给我商量 没有把我当一家人 对不起媳妇 我错了 以后有什么事 我一定先跟你说 还愣着干嘛 赶快收拾东西 上音啊 陪爸去 哎